居然是可以买到的 万表流行力填出接力气 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王府井 要知道北京王府井应该是全中国最早出现奢侈品品牌的地方了 比如当年的欧米加劳力士 甚至到90年代正式以现代营销概念进入中国的雷达 都是出现在这条街 就在这个神奇的地方 今天又出了一件事 有一家劳力士的崭新的形象店又开业了 问题是什么呢 在这个方向不到200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劳力士的装备店 现在我们要马上要到这里来 看看一个最新的周生生的劳力士形象店 一说劳力士的店我们肯定想到一件事 这里能买到表吗 都有什么款式呢 咱们不妨进去看看 我认为很多朋友和我的支持者会喜欢买一个 我认为了一些超过的 无论的 无论的 就会很难 好 有点 它是一种多层机理的一种雕刻 展示了这些能看出来是什么了 这应该说是全世界劳力士 很独特的一个装饰景观 我后的背景 这是一整块意大利大花绿大力士 所有的画面都是连贯的 听说建这个店的时候 关于这个地方 包括那个绿瓦 包括那个雕刻 地主跟品牌 发生了充满张力的讨论 最后你也看到了 课的文就是劳力士比较标志性的三角空文 关于这个店能买的什么表 我跟你分享这么几条信息 第一 在这个店里 劳力士展示是最全的 比如说不同尺寸的day day的都有展示 另外2024年的新款 也在橱窗里有看到 另外关于这个表能不能买到的话 就在昨天某人进来探店 发现了劳力士探衣 还有一款豪式的什么型号 我忘了 居然是可以买到的 然后那个人果断出手已经买了 你认为劳力士的标志是什么 我相信大概的人可能会说 这个前世表的那个圈啊 绿圈 黑圈什么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 劳力士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就是三角空文 因为当年劳力士在上世纪20年的手上的 豪式防水结构 而这个三角空文就来自这个著名的防水结构 所以说当你再看劳力士的时候呢 要留意一下那些三角空文 这个店面的外装修用的也是三角空文的造型 关于劳力士能不能买到 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这个刻板印象所左右啊 我的建议是到了劳力士店 至少是这个劳力士店 你应该进来试试 亲自问一下今天店里有什么款式可以买到 看这些款式是不是你一直想要的 或者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 那么你对劳力士的选择 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欢迎你跟我们互动一下 有请我们劳力士品牌代言人 欢迎李娜 欢迎她 不知道大家没有注意到啊 那我们今天李娜佩戴的 我知道你自己也非常喜欢 Daytona的系列 那同时今天佩戴的 也是我们的宇宙寄型迪彤娜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 配戴这样一款劳力士外展 这不每天必备的吗 不是说不特意的 对然后我喜欢这款表的原因是 我比较喜欢Daytona里面的三个表盘 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它意味着过去现在的未来 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可以水到渠成的 都是因为以前的一些经历 在现在的一些感悟才会变成最后更老的自己 那是在奥阪的时候 对然后比赛结束了以后 然后劳力士非常大方的就把口罪 对 地到了我们面前 对因为其实对于网球球员来说 我觉得相信所有球员都是这样 就是共享就是可以跟劳力士一行 对就是当你看到那个 合同上面的名称的时候 都不用看内容直接签就好了 好的,那在今天的時間,我們要有請幾位貴賓來到我們的店舖前來一同完成這個時刻 首先讓我們有請周生生集團手錶業務總經理李敏基女士,我們站到我們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讓我們有請勞力士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聶敦明先生,我們有請王府中環商業總經理楊健女士,歡迎您 來我們站到這個點位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想邀請今天現場所有的貴賓,所有的勞力士愛好者,還有我們的媒體朋友,來一起見證這個重要的瞬間,讓我們有請我們的工作人員,地上我們的金簡,還有我們的彩蛋 跟你說一件有趣的發現啊,剛剛就在這裡,有一款白金的40毫米的day date,應該是出現在VIP的恰城區啊 根據我在這現場搜集到的這個情報呢,這個櫃子裡不是所有的都是緊貢展示的,而是有可能被你拿到的,所以這就是我說的,這些錶原子上都是名話有主了,然後如果他拿到了他新衣的款式,這款錶就有可能變成你的款式,所以呢,一定要咬住,進來問 現在我展示的就是這個36毫米,豪時日志啊,有幾大特征,一個是你看盤面上呢,就是綠色羅馬字,這個俗稱綠羅,據說呢,是費德勒每次領獎的時候呢,都戴的這款,但我相信他的手腕戴的應該更有可能是41的啊 現在我上手的是36,這是在我的手腕的效果,他這個錶圈是速圈啊,有的款式是這個三角坑紋的,俗稱牙圈,鏈帶呢就是五珠鏈啊,比較舒適的 相對於豪時鏈的話,很多人更喜歡這種五珠鏈啊,這就是上手效果 再看一款這個36毫米的星期日旅行,它的重要的識別呢,就是羅馬字了,當然我覺得那個這個圈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識別特征 這就是傳奇的三角坑紋啊,白色黃金款,這個鏈帶是那個總統鏈,我們團隊裡有些小夥伴還是很喜歡這個36的星期日旅行的 好了,你也看到了啊,這是北京王府中環,劳麗市全新機型店,重啟開幕啊,李娜親自出現,手裡帶了一個宇宙機型的那個迪同拿啊,非常的這個charming 關於這個,劳麗市店呢,先介紹這麼多,王府中環的精品店,應該說是這個全球所有的,劳麗市行箱店裡邊,最具有特征的啊 因為它也是最這個皇城最近的地方,基本上是在皇城的中心啊,至於說能不能買到劳麗市,還是那句話,禁店不認 謝謝你,有什麼想法,歡迎你跟我們互動一下